全家在車站前面對著鏡頭 開心比夜留下美好回憶 阿里山是炎炎夏日 游客們的避暑勝地 沒有來過嘛 這邊滿出名的 避暑啊 對 還沒比較好 來對避暑 是對的 從暑假開始的住房率 就大概是平均落在70%左右 那平均氣溫 白天的溫度大概也在20度 那晚上的氣溫也只有在13度而已 七八月的台灣 熱成一顆紅番薯 除了往山上跑 玩水也是必備 踢踢水打水仗 高雄成一酒店無邊際泳池 高空欣賞85大樓 坐在池邊喝個冰飲 業者不手軟 滿衣送衣 水很冰 跟一般游泳池的水不一樣 可以邊游泳 邊玩水 邊看空間 尤其是到傍晚夕陽的時候 是最多人的時候 客人會來飯店的這邊來看夜景 一到下午四點 無窮無盡 綿密的泡泡趴 充斥一大皇家酒店的泳池 一旁還有滑水道可以玩 清涼消暑人氣超夯 推出了這個活動以後的話 平均在禮拜五六日的平均住房 大概有攀升了將近百分之二十 想要拍美照就來高雄福榮飯店 除了可以穿美人魚泳裝 業者還把夢幻的人魚秀表演搬進飯店 太陽公公太熱情不想玩水 也可以在冷氣房吃個下午茶 漢平酒店的港都茶樓 暑假期間限定熱茶換成冰飲 菊花茶香片多多 還有港式奶茶降溫又解渴 南台灣與大太陽共處 各大飯店祭出消暑廟招 吸引遊客重一波 三列新聞林鄭和諸葵 大午會山嘉義高雄報導